秦荒岛市海港区庄河村,地处烟山深处长城脚下,实践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。 该村有四百多年的历史,村内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院落有二十几处。 精致的垂花门,古朴的豹古石,镌刻精细的石雕石刻。 走进庄河村,最吸引人的是几十座形式各样的门楼。 该村也因此获得了门楼博物馆的美誉。 庄河村的古门楼历史跨度长,村内现存有明代、清代、民国等时期古门楼几十座。 另外这里的古门楼样式特别全,有金筑大门、如意门、八字门、垂花门等各种样式。 据耿永烈介绍,庄河村古民居的建筑风格在济东长城沿县一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, 是汉族文化、辽西文化和长城戍边文化互相交融渗透而形成的。 庄河村思河院的结构以及砖雕石刻上的图案和袁亨利人等文字,体现着汉族文化对这里的建筑风格的影响。 由于处于长城沿县,这里的建筑的风格深受辽西文化满足民居的影响, 比如这些落地烟囱以及门楼的位置都带有明显的辽西风格。 另外,长城戍边文化对这里建筑也有着明显的影响, 比如古宅、砖雕上、起伏文室等。 庚永烈说,庄河村的古民居之所以能够保存如此完整, 是因为几百年来这里基本没有遭受战乱的影响, 村子北面石壁上的一处磨牙石刻便是一个佐证。 这处磨牙石刻有小桃园三个大字, 后面的小字是光绪庚子之乱, 此乡渡安, 鱼邪眷属来居, 市定东归流提, 古吉门停动, 朴云朴书, 这个摩牙石刻是一位曾经避难于此的人留下的, 他称此为小桃园, 说明历史上这里是一处很隐蔽的室外桃园。 近年来, 随着秦皇岛大力发展文旅产业, 一条平坦的长城旅游公路修到了庄河村边, 来这里游览骑行的人越来越多, 村里相继修建了村使馆、 简直馆、摄影馆, 有的村民看准商机, 投入十多万元, 开始着手打造特色民宿和农家乐。 我比较看好庄河未来的发展, 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, 打造了集吃住玩一体的空间, 这样既能保护老建筑, 又能让闲着的房屋利用起来。 下一步, 我们计划充分发掘庄河一带特有的长城文化, 促进文旅融合, 让来这里的游客有不一样的游玩体验。 目前村里正筹建冀冬民居展览馆, 这个展览馆主要收集民宿物件, 与遗存的石雕、石刻等建筑构架,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感受庄河特有的冀冬古建筑文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